好交火,地位人格和今天首次上线可以让体型变大的药剂 现在说应该是烤熟的腰穿的效果 目前的话这个东西只能在活动地位中体验 感觉这个放大效果还是蛮有意思的 不管求生者还是监管者都可以使用 尤其是放大之后跟其他角色对比的时候 特别有反差嘛 比如想你还变大之后呢 体型就和正常求生者差不多了 另外经过测试 烤熟的肉穿还有其他三种效果 首先第一种的话是体型变小的效果 类似于冒险加一个缩小技能 不过体型上的话要比那个大一些 然后第二种的话是屏幕特效 感觉有点像球头灵星妙他那款实用玻璃效果 呃这五台斑斓的玻璃片看去还是蛮漂亮的 最后一个的话是加速效果 可以短时间大幅提高角色移动速度 就目前的感受来看还是变大变小比较有意思啊 还没有体验小版本可以拉上你们的好友 一起去公用地图度假 然后这边说一下怎么就用到那张地图 在你们的每日签到下面有一个活动卸免 在这个位置呢找到一个夏日大冒险 点击前往即可 这边的话我们需要到海边去捡取那些海鲜 然后才能去制作那些烤肉 捡完之后呢来到棒棒这个位置 点击去制作 呃一共有两种 第一种的话是较准失败 会变成一个烤焦的肉串 另一种的话就是呃打了三次完美校准就会得到一个烤熟的烤肉 然后这边说一下负面效果的一个烤焦肉串 这个的作用化也是有四种 呃第一种的话是类似于污泥的一个质麻效果 会短暂遮挡的视野 然后第二个的话的减速效果 会大幅降低人物当前的移速 而最后两个的话则是不同移动方向颠倒的效果 就是和你们的正常操作方向相反 呃感兴趣的咱们可以去体验一下 最后的话有一些注意事项 首先的话是背包里面的东西 每次重新进入地图的话都会重置 然后是同时吃多个肉串的话并不会效果叠加 而是会重置当前的效果 最后的话就是变大变小状态下的话也是可以做动作的 好了以上的话就本期视频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